上半年哈尔滨接待游客4475.3万人次 上半年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4475.3万人次 同比增长9.5% 哈尔滨槟城航空直升机飞行体验中心首次推出低空旅游夏季产品 让哈尔滨市夏日的美丽风光尽收游客眼底 8小时的史诗巨作静静的顿和吸引了全国众多粉丝前来朝圣 高水准的交响音乐会让海内外宾客纷纷点赞上半年哈尔滨文化演出市场空前繁荣 数据显示 包括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音乐厅、老汇堂音乐厅等在内的演出场所 共上演了300余场高水准的演出 吸引4万余人次前来观赏 数据显示 上半年 哈尔滨接待游客人均消费1678元 同比增加4.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